想想看树可以和什么放在一起 变成illustration 我可以把它跟鱼一起结合在一起 你也可以把它像这样子 画在叶子上 或是画在某一个动物的上面 想想看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变化 很有趣的 慢慢的变成 想烟囱的smoke 慢慢变成了小鸟 叶子落下来了 飞走了 也是个小鸟 练习做blending 让你的颜色呢 有gradient的感觉 这个草原呢 不一定只是一个颜色 你每一次在画颜色的时候 要记得先把all line画好 好像这个鱼 我想把它上面填一个绿色 但是你要先把all line画好 要顺手 这个鱼 绿色 但是你要先把all line画好 填一个鱼 那gradient呢 有时候你可以让它慢慢变成别的颜色 你也可以让它慢慢的变深 好像这个树下面 你可以再加强一下 这个树是枯树 只要画上一点点重一点的颜色 所以你不一定要去加其他的颜色 画好all line才画里面 你可以做gradient 就是这边可以稍微有一边用力一点 慢慢慢慢变淡 你也可以换颜色 换颜色的时候 最好是换成同色系 上面有一些东西 如果是duck color 你可以over它 但是如果它是白色 你要留下来 换成同色 如果上面有一些东西 是duck color 你可以over它 但是如果它是白色 你要留下来 主要就是练习branding 好像如果我这边呢 红色跟这个magenta的颜色 可以故意在前面再加红一点 练习branding color 练习branding color 练习怎么样把颜色做得有gradient的感觉 好像这个绿色 如果你觉得它的shading不够 你可以再去加一下 加一下 就它的shadow 就把它加一加 你还可以imagination 不一定是草的颜色 就是绿色哦 你可以想想看 也许你可以用蓝色 但是 先把它画起来 你在画color pencil的时候呢 You better do the same direction 不要有时候这样子 有时候这样子 你看你觉得 你喜欢哪样 你就夹在哪里 你洗看看你比较顺手的 你就做那个顺手的direction 除了做gradient 你也要练习 怎么样从红色一直到紫色 这是一个练习 但是你不一定要做 这么短的范围 你怎么样让它从红色 把所有的颜色呢 你在画的时候呢 要重叠一下 慢慢地画 记得靠近Rainbow的地方 要变淡 同样 刚刚说了 你一定要先把outline呢 先画好 先确定你的outline要很clear 或是很soft 每次画好了前面的object 你旁边就要稍微地把它修一下 不要看到直线 是很soft 前面的object 你旁边就要 不要看 天空也是可以做gradient 如果你觉得你的天空 用同一个颜色 清根做 没办法做的时候 你可以去换色 有时候也可以加 白色 不要看到直线 不要看到直线 天空 如果没办法做的时候 ground的地方 加上一些好像石头 可是不是 是故意要让它变成像 鱼 身上的pattern 它有点点变化 所以先涂上基本的颜色 然后再慢慢地去把颜色变成深的颜色 不一定每一次做完一个颜色 就结束了 你可以像这样子 你可以加别的颜色 或者是再用力去把它变成一个 有一点立体的感觉 结束的时候 记得 后来你可以加一点点pattern 不一定就是这个样子 房子 你要全白也可以 或是轻轻地加上一点点颜色 最好只有一面是有颜色 一面留白色 这样子会比较有立体感 颜色不一定要整个涂满 好像这边你可以 故意 这边可以留一些淡淡的颜色 或是有一点点变成白色 但是不管你有没有颜色 你一定要画边线 像这个房子 你可以让眼睛变成像一个pom 你也可以让它很正常就是一个眼睛 这是illustration 所以你可以加上一点点自己的imagination 不一定要画的 就是像真正的样子 你在画这些bench 这些bloom之前 你要先想看你的background 要画什么颜色 这里有一个frame 需要留白 你当然不一定要画底色 当你在画的时候 要记得都要顺着这个 都要same direction 如果你是画直的 你就全部画直的 但是你在画框线怎么办呢 你可以用尺 用尺稍微的把框线画一下 这个边线你不可以这样涂 你稍微轻轻的 轻轻的 轻轻的把框线画一下 稍微的画厚一点 轻轻的 不要很清楚 这样子你等一下比较好 用这样的direction 记得要会留白 好像我在画这个background 我不一定要画的满满的 你可以一直画这个frame 然后慢慢让它变淡 所以天空呢 就不一定是正常的颜色 天空就不一定是蓝色哦 记得如果你要模糊的话 你笔必须要躺着 这些很细的线不要画得很用力 轻轻的touch一下就好了 有时候断掉都没有关系 慢慢地把一些树干呢 就是粗和细整理好画好 一边画的时候 你要看看有没有什么地方是worn color的 你可以用dark brown 稍微的修一下 好像这个树跟树中间如果 有点点不太清楚 你想要清楚一点 你可以touch一下它的outline 最后要记得 用深蓝色修cool color 用深咖啡色 dark brown去修 worn color 不是全部都用黑色的线去修 挂完这个树的时候呢 你也可以加上一点叶子在旁边 不一定要全部都是枯掉的树枝 好像这个图一样 你可以在旁边加一点点绿 还有土黄色 cool color的地方 有些地方你可以补上 深蓝色 你可以加pattern 有些地方你想要把它更清楚 你就把outline 如果是cool color 就用深蓝色 加强一下 你也可以再做一点点 branding gradient 有一些变化 还有一些pattern 如果你想要再继续加 这么样子tiny的东西 原本可以用filty pen做 但是太小了 你就用touch的就可以了 有的地方加shadow 就是shading 如果是worn color的 你想要让它清楚一点 你不一定用黑色 你可以先用dark brown试试看 有一些line 有一些shadow 你都可以试试看 像这个边边呢 你就是worn color 你可以用dark brown试试试看 画all line要用touch的 慢慢画 不用画得太深 some oil 加一点点pattern 有时候可能会是线 可以放线 最后你才用黑色 你可以用黑色 把你觉得 在这边 好 看一下 好像这个呢 树旁边 粉红色 你可以用紫色 那这个树呢 有点shading 或是让它有点变化 不是看起来像粉红色 当然也可以加上相近的颜色 有些地方你想要touch黑色 让它清楚一点 像这里如果你加了蓝色 可能也不是很清楚 那么你就轻轻的先touch一下黑色 用黑色的时候要先轻轻的 不要太重 你可以画的像枕着一条鱼 下面画上lancescap 这样子的构图也很好